JSTD型蒸汽灭菌器使用方法 设备与墙面留有一定空间 打开设备门盖 取出随机配件 在设备背面安装空气过滤器 连接16A电源插座 合上空气开关 确保在开门状态下打开电源开关 选择需要灭菌程序 设备共有8种程序可供选择 打开水箱盖 倒入蒸馏水 第一个图标为净水箱水位图标 图标闪烁表示缺水 加水后水位图标稳定表示设备可运行 水位图标暖阁后表示水箱已满 取出托盘 装入带灭菌物品 注意物品不能叠放 关闭设备门盖 屏幕第四个图标为门盖图标 一切就续按下启动键 程序运行 打开打印机 安装热敏纸 热敏面朝上 灭菌结束 打开门盖 取出灭菌物品 查看打印记录 灭菌成功 第二个图标为废水箱水位图标 图标闪烁表示已满 需要排水 蓝色为净水箱排水口 灰色为废水箱排水口 插入排水管进行排水 排水完成 按压拔出排水管 设备其他功能介绍 基础设置 历史记录 设备信息 最近报警 高级设置 选择基础设置 进入设置页面 进行日期 时间 语言的设置 设置完成返回主页面 历史记录的打印 进入历史记录页面 选择需要打印的批次 进行打印 打印完成后返回主页面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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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